好那各位市民好朋友 现在是晚上大概六点左右 那我们跟台北监理所 以及福尔科运的业者 都来这边了解 搭乘9026乘客的状况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输运是非常的顺畅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 福尔科运业者的一个配合 让我们市民好朋友 能很快速的一个回家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 代表市长谢国良 在昨天晚上下班尖峰时段 到南港展览馆站 了解9026通勤族搭车的情况 台北市区监理所人员 也到场观察车班 福尔科运副总谢炳翰 昨晚也在现场指挥调度 一度让现场的后车停清空 快速疏解等车人潮 交通处长王俊宏 感谢福尔科运的积极调度 也在现场问候关心通勤族 了解他们的心声 我们都是从基隆到台北上班的 那有可能如果说 八点半以前要到的通勤族 一定有可能 以前可能六点多就要出门 所以我觉得六点多到 六点多到七点是很需要加班的 然后之前因为这个班次 它之前是公告说 会有五分钟一班 但是觉得应该是没有啦 就五六分钟一班 感受应该是没有 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延班或是过站不停 就是最近 最近蛮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下班这个会容易上不住吗 下班其实也蛮容易的 因为之前其实排到那边都还蛮常发生的 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到的后面 排个三四十分钟都是有过的 交通处长王最宏表示 在积极与台北市区监理所与符合客运业者协调下 业者承诺上午尖锋会机动性增开班车 下午尖锋时刻也在延长一小时到晚上九点 以符合市民通勤需求 有关市民朋友非常关心我们九零二六一个路线调整的部分 那首先在上午从我们基隆尖锋出发的一个班次的部分 我们与业者协调会机动来调整 例如说我们今天就增加了两个班次 那也顺利输赢我们机动端上班的一个旅客 那再来是回程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在南港转运站晚上下午尖锋 原则上原先是到八点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在南港转运站 我们会延到九点发车 就是让更多比较深夜回来的市民好朋友 有更好的一个乘车环境 那假日的部分九零二六 所有的一个车次全速会进到南港转运站 以方便我们市民好朋友在假日 搭乘所谓的一个高铁 或是相关的台铁捷运等运具 更方便的一个旅运的一个顺畅 市政府表示会积极与九零二六业者协调沟通 根据通勤族的需求随时修正 让通勤族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